利比亚外交部的发言人说 当地时间今天早晨 约旦驻利比亚大使法瓦兹 埃坦的车辆遭到 蒙灭武装分子袭击 随后这名大使被绑架 目前约旦外交部已经确认了这个消息 并表示事发时 法瓦兹正乘车离开家 约旦方面对此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但是表示约旦与利比亚政府 正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我们注意到13号的时候 刚刚上任不到一周的 利比亚临时政府的总理 已经因为受到胁迫 提出了辞职 那说明目前利比亚的政治环境 是非常复杂和脆弱的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约旦驻利比亚的大使被绑架 意味着什么 对于两国的关系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的新闻将会持续关注